上個禮拜如何從網路上抓資料 其實從網路上抓資料 當然在那個新版的Enjoy Studio上面 會有一些些的問題 不過應該也不影響就是抓資料這件事情 反正最重要的是 網路上當然你們Google一下 會有很多的這種方式提供 但是說真的要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案 我覺得好像蠻不容易的 我的習慣是我會自己找自己 反正我是需要測試的 測試過OK 那我就覺得這個方法最好 至於哪一種方法最好 也許你們也可以提出一些想法 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可以去抓台銀的外匯資料 不過我後來發現台銀的外匯資料 複雜度有點太高了 所以我就舉另外一個稍微簡單一點點的 但是原理原則基本上都差不多的一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也是我在那個 Excel VBA裡面也有用到 因為邏輯差不多啦 只差別是怎麼樣 一個是放在Excel裡面 一個是放在手機裡面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怎麼樣 從Yahoo股市好了 Yahoo股市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當日行情 這個Yahoo股市應該知道 裡面有這麼多類別的 大概33種水泥好了 我們先抓一個水泥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抓到哪裡 抓到我的手機上面顯示的話 那當然你想說 最簡單的方法是怎麼樣 用一個WaveView就搞定了嘛 對不對 把那個什麼 這個畫面WaveView包進來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 手機就是手機 它不是電腦 所以你這個時候需要怎麼樣 去理解手機的這個操作的經驗 絕對跟電腦不一樣 你不能說把這個東西 原原本本的放在手機上面 這樣子操作會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怎麼樣 我們要把前面用過的 某一些元件 像最好是什麼 ListView或者Spinner 然後呢 當我點擊它的時候 再顯示出 詳細的東西出來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呢 我這邊做一個Demo 這個Demo的話 我秀給各位看一下 也許今天 大概把這個Demo做出來 大概就已經OK了 台灣股市 你有沒有發現 我只要點選其中一個 台泥 它就會把詳細的東西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也許我就列清單列這個 ListView裡面 先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我的 內骨名稱 當我點選的時候 我再跳出 詳細的訊息 那可是 跳詳細訊息 放哪裡比較好 可能以前會想說 要不要跳另外一個View出來 可是你要跳另外一個View出來 太麻煩 要寫很多東西 對不對 所以呢 後來我想說 乾脆用AlanDialog最簡單 為什麼 因為AlanDialog 跳出來 把訊息放在Message裡面就好了 這樣感覺又有點像是 跳一個View出來 可是呢 又不會那麼麻煩撰顯 所以我就把什麼 把它裡面的東西 先放在一個地方 再把它丟到這邊顯示出來 有沒有發現 那基本上應該都一樣 成交的時間 有沒有 應該都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這個是即時的 這個不是假的 這個是即時的 從Yahoo股市 Yahoo股市上面 看到的是什麼 我這個App裡面 看到的就是什麼 那只是說我現在 只有寫一個類股 就是水泥 那其他的可不可以寫 可以啊 你可以寫在哪裡 我在想說 我們可以延伸 在上面再加一個Spinner吧 對不對 那這個Spinner點下去 那就再把那個其他類股讓他選 選了之後有沒有 他選哪一個類股 他就自動把那個List view顯示出來 然後他點哪一個就點進去嘛 這樣感覺操作起來 還蠻那個 蠻流暢的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我的想法 那我本來是想 那怎麼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就關鍵了 所以呢 那這裡面的話有幾個步驟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應該可想而知 第一個 如何從Yahoo股市撈資料 上禮拜有講過 不過上禮拜遇到一個小問題 但那個問題後來發現 其實Android Studio才會發生 不過看起來基本上就是把那一段程式貼到uncreate的下面 應該就可以解決 而會test過沒有問題 但是他不能質詢兩個下載 就是不能下載兩個東西 所以用在那個圖跟文也有問題 不過我們基本上就下載一個 一個東西那就沒問題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你要做一些事 什麼事呢 比如說要怎麼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東西切 那怎麼切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切什麼 切這個一筆資料 那你必須有地方給它放 那如果你要怎麼放比較好 然後放在一個地方 當我將來點擊它的時候 可以把這11個欄位裡面的資料分別列出來 11欄喔 這裡面11個欄位 那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要去分析它的結構 最花我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分析出來之後 幾乎網路上的所有網頁 都可以下載沒問題 所以像我這邊又 除了寫這個之外 昨天因為我蠻喜歡去海邊游泳 然後我喜歡看潮汐 所以我就到那個 那個氣象局的網站 看到有個滿潮啦 乾潮的那個 然後我看到它的圖也可以抓 抓也可以的 所以我手機上也有一個 看潮汐的APP 不過我想應該用到比較少 但是至少就是說 你只要網路上的資料 全部都可以變一個APP 而且這個功能是 你跟網頁是不同的 網頁幾乎是包山包海 可是很多user 根本不要這麼多 我只要知道 今天到底是漲還是跌 甚至你最好可以幫它篩選 如果你集檔股票 時間到之中跳出來 跟你講就好了 其他不相干 你幹嘛知道那麼多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可能也是有點客製化的味道 那未來我相信這種客製化 會越來越多 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需求 那我只要知道我要的東西 這些資料也許都在網路上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抓下來 所以今天的話我就舉個例子 因為上禮拜本來講說要抓那個台銀的 突然發現台銀的那個 好像有點太複雜了 不過這個可以放在後面 這個做得出來 台銀那個也做得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到底有哪些需求 第一個請各位 稍微觀察一下 到底你要抓的這個 我又把它寫 我又在那個我們的取得網路資源裡面 這邊有一個 這邊就是雅虎股市的 那其實我還有分享什麼 那個台銀的外匯 還有那個潮汐 甚至怎麼輸出來 這邊都有說明 那其中 甚至我做了一個那個像 抓那個什麼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哪些快速道路塞車 網路上也有 那我也把它寫成 但我還沒把它改成APP 那我的寫法是這樣 我通常會先用那個Java先寫 為什麼 因為Java比較簡單 Java部分只要弄得出來的話 我想其他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有寫一個Java Test 然後裡面的話 可能會寫一個什麼 Java的那個 這個東西 做法上面大概就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習慣這樣 因為我要抓的是第一欄 就是我的那個 網路上面的這個東西 抓的是這個 比如說我希望抓的是第一個 這個D欄 跟成交第三欄 它裡面有11欄 但是我目前只需要這兩欄 OK 那怎麼抓下來 第一個的話呢 我就先建那個 兩個list 這個Arelis 用Arelis 這有點像是清單嘛 反正它一定會先 需要放在那個清單裡面 那用Arelis的好處就是說 它將來它已經建好了 我只要一個蘿蔔一個坑 先把它填到哪裡 填到這個Arelis裡面 那放什麼 放一個字串 反正就丟丟丟丟丟丟丟 0123456一直往下 然後再來就做什麼呢 下載我需要的那個 網站的那個 有沒有這個網址 我就把那個網址 複製貼過來 然後再來做什麼 產生UIL的這個物件 這個跟上禮拜一樣 Connection 然後去抓串流 把它串流之後的話呢 在一個一個抓抓抓 抓完之後 記得轉碼 不過後來我發現 因為它這個網站 還蠻奇怪的 大部分都UTF8 不過Yahoo居然是Big File 所以如果你用UTF8轉 亂碼 後來我把它改成Big File 正常了 很奇妙 所以Yahoo為什麼 聲音會變差 應該是連這個都沒有跟上 因為現在幾乎所有都UTF8 只用它Big File 這個沒有差 然後呢 我這裡面到底做什麼 就是下載 這一段應該沒問題 就是它下載完之後 它會把這個結果 整個網站的東西 丟到URL Data裡面 所以URL Data裡面放什麼東西 其實呢 就是放那個我們整個網站裡面的東西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就這個東西 有沒有 從頭到尾 這個應該各位不陌生吧 只是一般人比較少看這東西 就是原始碼 按右鍵有沒有 檢視原始碼 那也就是說我們把它整個原始碼都抓下來 可是問題來了 我只需要部分的資料 哪部分的資料 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但是 這就是最難的地方 那 我怎麼知道說我抓的是不是它 我抓的是不是它 所以呢 接下來 最難的地方 你資料抓下來了 第二件事情 你需要去找到 這個資料的頭 這個資料的頭 跟這個資料的尾 尾巴結束 那特別之外 這邊有個小功能 選舉它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 檢查元素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 它這個 我把它彈到右邊去好了 這邊有個彈到右邊 那我選舉它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會告訴我說 它的那個 這個字串有沒有 長像這樣 一定是這個頭 然後有一個超連結 那結束一定是 斜線A BR 再一個斜線TD 那所以我如果要切割的話 我這個地方 需要學會第二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這邊我有寫一個方法 那我傳入一個什麼 把我剛剛的原石碼 丟進來 讓它去切 切割的地方特別注意 我只有切兩個東西 哪兩個東西呢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丟過來的東西 這個可能比較難一點點 我需要去找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 Uildata 它是一個字串 那我上個禮拜 有跟各位講過 在那個字串類別裡面 你必須要熟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 如何在這個字串裡面 搜尋 你要搜尋 你要搜尋的 這個字串 其實就是關鍵字 第一個 那那個東西的話 上個地方講過 那個叫index of OK 你可以用字串類別裡面 index of 找什麼呢 找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我剛剛給各位看的那個 那個元素裡面 它會告訴我說 這一串東西 在原始碼裡面的位置 開頭在哪裡 好 那後面的話呢 index of 後面呢 它一定是有關鍵 找的話呢 再來後面會問你說 你從哪一個字開始 那我從第一個字開始 所以後面加1 從結束 反正就是一直往下找 那找到它第二個 它的尾巴在哪裡 尾巴就是一個斜線A有沒有 有沒有 小於斜線A 就是它結束那個超連結 然後再加一個BR 那從哪邊找 從開頭 找到開頭的後面再找 加1 就是找到頭 找到尾 那做什麼 利用那個一個叫substring 的一個第二個有沒有 第二個方法 切割字串 那切割從哪邊切割呢 從開頭找到的位置 加上63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加63 因為剛好我們 那個找到的字串 它總共有六 前面有63 那個都不要了 切掉 到尾巴 尾巴是找到的地方 的頭 所以切出來的話 剛剛好 剛剛好 就會是什麼部分呢 就會剛剛好是 我們雅虎股市的 這個部分 就這個部分 我這個部分 因為牽涉到那個 Java的那個 Sring類別 裡面的兩個方法 Index of 搜尋 跟切割字串 所以切出來剛剛好 那你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剛好63 因為我算的嘛 我就 這個 怎麼算 就是你就把那個 這一串把它計算 我有一個偷懶的方法 我會把那一串 貼到Word裡面 Word不是有 字數統計 就剛好63 剛好63 沒問題 然後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 是這個 這個東西 有沒有 這個是成交 那成交部分的話 我是往下找 剛好在這裡 這個東西 它剛好是多一個b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其他的欄位裡面 都沒有加粗體 只有它加粗體 所以成交剛好 你要找一個特徵 這個特徵 是它跟其他欄位 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就把它怎樣 切出來 然後切第一 第一個是 這個是第一個欄位的 前面的特徵 那結束的特徵 再來第二個是 第二個欄位 就是我第三欄 成交那個 多一個b 多一個b 就是那個粗體斜線 那一樣 它總共會有47個字 那我就從那個到尾巴 然後把它切出來 切出來之後呢 特別注意 我這邊多一個 就是 剛剛有講到 用一個array list 那這個array list 它有點像是 已經準備好的清單 就跟eSale一樣 你就把它放在eSale的 那個 A1儲存格 A2儲存格 A3儲存格 A3儲存格 一直往下 把它放下去 那其實在eSale裡面 方便的地方是什麼 eSale是有儲存格 可以讓你放 可是在Java裡面 或者在Android裡面 它沒有像eSale 可以讓你放 那你放哪裡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建議各位用array list 它的好處是 一直往下放 然後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它變化就01234567 假設有七個 剛好到6 0123456 OK 那這個資料呢 就很方便再把它讀取出來 因為array list 跟list view 幾乎完全怎麼樣 可以match的非常好 因為你抓到之後 你要給那個list view顯示 非常簡單 做哪些事等一下再來看 那這裡的話 因為總共七個 我預先已經知道 所以一直跑 跑到當它怎麼樣 當它小於7的時候 那當它等於7的時候 就離開了 就跑完之後 第七次跑完 就離開了 那離開之後的話 當然我會有一個 切割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切割出來的東西呢 我就把它丟回來 那這邊的話 print出去 會有個股票的代號 TAB鍵 加上成交 然後把column1 裡面的總共size有幾個 那應該有7個 然後把它print出來 所以這邊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看到的結果 就是類似像這樣 股票代號 有沒有 股票代號 這邊 加一個TAB鍵 成交 這個是頭的部分 尾巴的部分呢 就是跑一個回圈 把它裡面的size size大概就是 這個應該是7 當I小於7 等於0到6 總共7個 輸出 那輸出怎麼輸出 如果說你要把 alreadlist裡面的東西 抓出來的話 它有個方法叫get get的第幾個 所以它一定是 0 1 2 3 4 5 看到結果 就OK了 那我的習慣是 會先在Java裡面test 因為Java比較單純 testOK了 再到Android裡面做 不然你Android 還牽涉到什麼 UI的部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先提供給各位參考 待會的話 我們會再把這一段 如何搬到哪裡 搬到Android裡面 搬到Android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OK 就是先大概連到那個 Yahoo股市裡面 那以後呢 如果你要去下載某一個 網站上面的東西 第一步你要去分析 因為我已經分析完了 那這個過程可快可慢 不過將來都可以套公式 其實我只要做好一個模組 以後我只要知道規則 無論說它提供的網頁檔 是哪一種檔案 都可以很容易抓得下來 即便說它的檔案是什麼 XML CSV Json檔 其實都一樣 抓起來之後 反正就切切切切切切 該切什麼東西 就切出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ArrayList裡面 最簡單 然後如果你要Show的話呢 你就把它放在ListView裡面 很快就做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套個公式 可以完成 那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後面會講到那個Yahoo股市 那我會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就類似剛剛各位看到的 就是一個那個 一個ListView 然後呢 當你點擊其中一個 一個類股 它會跳出裡面的股市資料 總共會有11個欄位 把它抓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